要求檢調不要吵吵的就起訴葉士文就把這整個弊案壓下來 應該查清楚 已經很清楚了 他們跟航空城的但有很大的關係 葉士文本來在這裡當一線處長 去了桃園縣政府之後也是他主力在推航空城案的 我們認為檢調必須把這件事情 葉士文弊案跟航空城的關係清查清楚之後 才能夠繼續再審議 繼續再推動航空城 要有辦法 要有辦法 主體自民 綁護主體全力 打倒草地坑螂 打倒草地坑螂 做一個全民 全民路過 全民路過 採草地皮的蟑螂 請請每天的朋友 請邀請歡迎這些人 有機會來去擔任 來去擔任契關一頓看看 我今天特別代表相親來跟我們所有的主持計劃的委員 還有我們成績委員建署 成家分署 還有我們在這表達的謝意 第二個 已經剩下很多的案子 我希望剛剛的提見能夠獲得大會的支持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案子就功德延滿 那我相信是全國能夠對這個機段徵收 能夠大家獲得我們鄉親所支持 那我也希望外圍的組織也要聽聽我們在地人的聲音 我們在地人是希望能夠趕快來開發這個案子 不要拖延下去的 因為這個案子確實影響不到不僅是地方的發展 而且影響到國家的經濟的發展 所以我在這邊在這很多 謝謝主持讓我先講的話 那我們證明真的有產業用地的需求 而不是只是為了工業圈地運動 那這樣子我們就說這是真的有人要來蓋廠了 而且現期三年沒有蓋的話就沒收他的資格 那這樣子的東西我們才能說允許 那遠雄在巴黎也圈 在這裡也圈 然後事實上遠雄在收押的期間我們看到趙成雄 他的流動資金整個集團全台灣投資在上千億 流動資金只有四億開發計畫通過 然後再去雲航拿錢搬錢 然後造成金融危機 然後在這裡舉債然後拿政府拿人民的錢 在這裡開發 然後行了行不行了蹲地繼續蹲 這樣子是對的嗎 今天的公益和必要性的評估不是基於土徵條例 法律有規定我們才做評估 都計法沒有規定我們就不做評估 那麼我是不是要到立法院或要來修法 修都計法和這個區域計畫法說 公益性和必要性的評估 必須在這個階段就要實質來評估 那你們就法律的這個形式和教導主義說這裡沒有 所以我就不做了 我想我們是相當大的遺憾 希望各位比於專業然後比於公益和土地正義 還有真正實質今天已經不是發展主義開發主義的問題了 如果是真正的發展和工業開發需要我們 我們也就沒話說了 今天真的是純粹草丁皮和選舉 是基於這樣子第一個 第二個我在想說這個有幾個社區 半邊講說剛開始公盜的時候沒有他們 現在公盜又有他們 剛開始這個有化進去現在又化出去 所以是非常的雜亂 我們講在這裡面是各種政治勢力 在這裡面角力 有的鎮頭有夠到來去那裡說說的好就化掉 有的不夠到來這裡說 因為旁邊的土地都化掉了 結果他們這裡如果不爭酸的話 會容易被人家誤解說 這幾個人就這幾個大地主 為了自己的私利 所以才會變成這裡的化進去 所以乾脆就把這些小村落 這些小公寓的住民一起拉進來 幫他們背書說這不是因為討地皮 所以叫這些人民何其無辜 你出國你們就發現 飛機已經到了不能降落 在上面安全二三十分鐘 就是表示第三空障的心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廖委員 那就請交通部這個2030年的計畫 你先聽我講 你先聽我講 因為我們坐飛機沒有你說的狀況 我這一次剛剛前天才下來 前天從印度開來 所以你先聽我講 如果在空間基地的話 整個桃園的開發都要收到限制 所以我們才跟陳根董委員到海邊去 看那一塊地 認為那個對桃園線的發展會影響最小 是往來限制我的要求並不是交通 抱歉喔 這個廖委員 跑道的選擇位置喔 不是基於說這裡會影響地方發展 要基於跑道的安全陷害 這個永久的這個行情上的出現來調整 所以今天我們沒有求 一定要超過兩百公尺 每一個這個需求 應該要由張東部來說 市長的記者會 你也沒有來限賞 我們看來記者會 我們無法來限賞 你也沒有來限賞 雖然兩萬次委 不過這個位置 我希望你要公開 我們因為是共有十分地 所以不能申請原地保留 也不能申請回憶住宅 可是我跟我老公已經過半百了 我們沒有能力跟體力 再拚一間房子 所以我們富國路、南坦路 還有八股路這一塊地 八股路這一塊地 其實你看我們7月17號跟7月22號 內政部營政署開會的時候 我們都一輛遊覽車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決心 我們真的很希望你 很期望你們 求求你們替除遵守 你們願意幫政府背書嗎 你們願意當草地蟑螂的幫手嗎 我希望你們大家不要像蟑螂一樣 好不好 不要像蟑螂一樣 看我們沒有地方 好不好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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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遵守 提出遵守 拜託 這個等一下 剛剛還好 最後可以請 下一位好不好 請下一位 他背上是這裡嗎 我們的區域是一個 這麼漂亮的一個農田 特農區 國家節良田 這美麗的照片 不是完全榮上當中的 是我們自己照下來的 這個美麗的提堂 美麗的提堂 有的地入法委員 或者是相關抵擔的人 會說我們 土地被污染 的確 土地是真的被污染的 各位看到 他把我們公告說 叫我們不准種 要罰狂我們 農民他不敢種 美麗的家園 被說污染了 各位 就像我是醫學博士 醫學專家一樣 如果你的土地 你的母親 只是生病了 只是被污染了 其實是可以救治的 可以整治的 可是仲介委員 仲介人 還有我們的地方民主代表 蘇他是永久無法分支的 蘇他是一個地方的獨流 他本來是農特界地 他不是買農地 他不是來耕作的 他就是來炒作地理的 我們的農民 雖先國務生產了 生產 剛剛我想帶進來 各位看 我們還在種田 是因為 污染公告說 我們不能拿去賣 我們只能自己吃而已 那 這樣一個人生土地 被這樣污染了 被這樣羞辱了 我們還在支持說 我們要我們這塊土地 中介委員說 他想會化成這個樣子 他想會化成一半樣子 各位 如果一個專家審查的會議的話 變成是一個 仲介去建議說 怎麼化怎麼化 請各位 專家在這邊審查什麼 你的審查 到底會從中介來規劃 那你們專業 比這中介還不如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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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